你名字是熊熙嗎? 熊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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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歡迎你熊熙替我們帶來的 整個在2023年加入Linux Community 大家好 就是 這樣子有呼叫的 OK 再給我問這個 好 謝謝 嗨 就是 今天是要講怎麼加入Linux核心社群 那其實有點標題殺人 等一下再說 我沒想到會這麼多人來 稍微有點緊張 那這個talk其實算是我的心路歷程 就是我大概幾年前想要加入Linux Kernel 然後就有種不得其門而日的感覺 就是我想要加入 然後我看了一下他們在做的事情 然後好像大家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但是就我不知道這樣 就是我實在不知道到底怎麼加入 然後後來是有一些公司還有一些其他前輩的幫忙 所以慢慢好像有比較覺得自己是 自己有成功加入這樣 然後所以想說來分享一下 那這個演講動機 所以看起來就是想透過我的talk 來分享說到底怎麼樣加入Linux核心社群 但剛才說就是有點標題 有點標題殺 那等一下會講 所以先講一下我自己 我是在SUSA工作 然後SUSA的話 我們SUSA是有來做自己Linux的發行版 所以就有點像可能大家更常聽到 Red Hat或Ubuntu 就是在做Linux 我們也是類似的公司 那我們有自己的slash的那個版本 那除此之外也有做就是 Kubernetes還有一些資安相關的產品 那我在裡面是做那個BPS的部分 那這邊就不特別提 但是就是我是處理Linux核心的一小塊這樣 那我自己在Linux核心的貢獻大概有 就是6個submission 然後來往大概80封email 從我開始試著在裡面加入的話 大概過了3.5年 所以如果看這些數字 你覺得這樣算多嗎 我覺得好像不算啦 對 所以就是 這次其實某方面是希望 偏一點就是 已經有Linux核心經驗的人 然後一起來 就是透過talk片天過來 然後希望我們明天 就是下午3點 在hackingroom可以大家比較深度的聊聊 就是如果有興趣 歡迎明天過來這樣 那但是就是talk已經投了 所以還是要講一些東西 那現在就從最最基礎開始講 就是Linux核心是什麼 那Linux核心的話呢 他其實一般來說就叫他一個作業系統核心 那可以說是一個跑在你應用程式 跟你的硬體之間的軟體好了 那他其實跑在很多地方 就是你的伺服器啊 像是Facebook Google他們用的伺服器 或者你的手機Android 或者一些汽車 甚至在火星上用的火星探測器 其實最新的那一台NASA的 也都是跑Linux kernel 所以你可以把看做一個 現代就是數位的基礎設施啊 那像大部分水啊電啊這種基礎設施 他們其實都蠻龐大的吧 那Linux kernel其實也蠻龐大的 但他的龐大是以程式碼的方面來體現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程式碼 而且程式碼不但多其實改的還很快 就是光是2022年左右的8個月當中 有人計算大概就有8萬多個 改了8萬多次 然後還多了很多程式吧 那其中參與者大概有將近5000位 那這個5000位呢 這些貢獻者其實通常一般來講說 Linux核心社群大概就是指這些人 那如果你想加入這些人 成為他們其中一員的話 那到底難不難呢 我覺得是蠻難的啦 一開始說了 就是我覺得這個難的點 是就是會讓人不得其門而入 並不是說他們就是不歡迎新的人加入 我覺得他們很歡迎新的人加入 但是對於就是現就是對於不是很早期 就開始工作人來說加入Linux核心社群 會有蠻多困難的 那我自己覺得難處有三個 就是跟現在比較新的一些社群相比 他比較少有手把手的教學 然後他對於參與者的要求很高 他會希望說你會了蠻多東西 然後你才會 你才會覺得你比較有被討論的時候 有辦法發言然後有被證視這樣 然後第三點算是他們用的工具 現在是對現在的開發者來說比較不熟悉的 那這邊就會稍微試著講一下 就是這些難處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 那我們現在講更深度講一下Linux核心社群好了 Linux核心社群呢 他其實剛才說過大概就是5000個人左右 其實人一直在變啦 有新的人加入也有人退出 但是其實人數好像大約維持在這個水平 那他們其實都不是同一家公司了 而且不是同一家公司之外 還散佈在世界各地 那所以問題就來了 就他們這麼多人 那剛才說過程式碼改變很快 他們到底怎麼合作的呢 那他們程式碼就是寫好 到底要送去哪裡 那Github呢 顯然不是 因為他們開始合作大概1991年 所以那時候其實還沒有Github的 那所以你有問題要回報 那也不是Github issue 想要討論也不是Github discuss 那其實這些問題其實答案都一樣 是在一個叫做Linux核心郵件群組的東西 那其實比較少人這樣稱呼他 一般都叫他就是LKML 那LKML是什麼呢 其實說白就是一堆email 對不對 就是email 那所以Linux核心社群 其實大概5000多個人 世界各地不同公司 然後全部透過email溝通的 就是不完全email溝通的 就是不完全email溝通的 就是現在這樣講好了 那所以email顯然就是很重要 那進一步都要講這個Linux核心郵件群組 LKML是什麼 那其實講郵件群組可能現在已經有點不太熟悉了 就是也有人有一些其他的稱呼 但基本上就是你這邊有個email網址 那email網址的話 很多人就是有人可以去訂閱他 你訂閱了那個網址之後 就是寄到那邊的信你就會收到 就聽起來有點沒用不知道在幹嘛 但是其實它就你可以把它看作一個就是討論版 這樣解釋可能就比較簡單 就像dcar跟ptt或者reddit上的一個版 它就是討論版 那剛剛說過它是一個討論版 那Linux核心的郵件群組 顧名思義就是Linux核心在開發用的討論版 那它主要的網址所謂LKML一開始指的 通常是第一個就是Linux核心那個 那但是因為太多東西在上面討論的話 會有點太雜 其實現在已經這樣 所以他們會後續就分出一些可能子系統 會在各自的討論版裡面討論 那我繼續講 所以子系統就像是網路啊 Wi-Fi啊或者BPF 他們其實後續都分到自己的討論版去討論了 那它是其實LKML上面 它是一個非常開放的一個論壇 就是你任何人都可以寫信過去 就會被發表出來 然後任何人也可以都上去看 它現在其實有個網站 所以要讀還算蠻容易的 那也不是像一些社團說 你要先被邀請你才能被加入 都不用 也沒有什麼身份驗證審查的 但是它就是有它自己的一套規則 所以這邊就講講說 你想要加入那個核心社群 你就要會用LKML 就這邊算是個簡短的LKML指南這樣 所以要用LKML 最簡單的就是你要會寫Email 這聽起來有點像廢話 但是其實他們寫Email的方式 跟我們一般習慣的不太一樣 就是 一般來說你寫Email 你可能會覺得 錯字文法這些我特別要注意 但是其實在LKML上 就是這些你做好很好 但是他們最在意的並不是這一些 那他們在意的是什麼呢 第一點是你要用純文字去寫信 就這跟一般習慣就很不一樣 你就沒辦法加一些出體字什麼的 那這個等一下會再稍微細講 那第二點就是 也跟習慣不一樣的是 你要在引領底下再回覆 那這個用講的好像 不太知道在說什麼 就是 來看一下一般寫Email的樣子 就一般你寫Email的時候 其實你會 回覆你是寫在最上面的 像我最上方 我回覆在上面 然後 前一封的Email你會放在底下 然後這就是你的引領的部分 所以 你這樣如果你現在要從頭 讀這封Email 試著找出 釐清頭緒的話 你讀起來會其實蠻困難 因為第一點是 你要找到第一封Email開始的位置 所以大概在中間 然後你就開始往下讀讀讀讀 然後你現在要看第二封Email 第二封Email 大概在有點上面的地方 然後從上面再往下讀讀讀讀讀 然後再來再找到最上面再去看 那這樣其實算是蠻違反 我們一般的閱讀習慣的 所以 路日蛇星社群他非常不喜歡 這個模式 就基本上 就是他們不想看到這樣 那 他們比較喜歡的模式是 所謂就是引領放在下面 那所謂的引領就是上面 像這個比較灰色這個 就是這個其實是我可能上一封Email那種 那他可能問了一個問題 那我現在要回覆他的時候 我要回答他問題 我會把他的問題放在上面 然後下面才是我真正回答的地方 那你也看到我這邊有用一些像是markdown的東西 就是 這個是 就算你雖然是用純文字 但是你還是可以稍微想辦法 把你的文字讓他閱讀簡單一點 像是你用信號底線就是去畫重點 然後引述 然後另外比較重要可能是連結的話 你會盡量放那個在注角的部分 然後再去放 還有就是用條列式 那用前面例子來看的話 我的Nut我想要畫重點的話 我就會加底線 那前面當然也就用條列式 然後更近一個 更近一個level的 那我這邊想要用連結的話 我就是用剛才說的注角 我就用一個方塊號 然後E 然後底下的E呢 我再去放我真正想放的連結 用這樣的方式來去寫我的email 讓他可讀性比較好 那以上兩點呢 純文字跟眼前底下回覆 算是 我覺得 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東西 那其實另外兩個 就是 另外兩個也很重要 但是稍微注意通常就不會遇到的 第一個就是你要回覆所有人 因為像一般可能Gmail 或者一般email軟體預設的時候 你回覆只會回給就是寄件人 所以變成說 你回了email之後 原本很多參與討論的人 突然就 就沒有參與到 也收不到信 那所以很重要的是 你在回的時候要選 就是reply to all 這樣所有人才會收到 然後第二點就是 不要私底下寫信 你寫信的時候 一定要包含那個 郵件群組 LKML 或者其他 那個mail list的email 因為不然你這樣回的話 就是變成只有私人來往 來往的信件 那這樣 就是大家看不到 後面的人要回溯去看這個 他就會找不到 就變成沟通上的一個麻煩 所以以上四點是 就是LKML上 我覺得最最最重要的規則 那當然還有一個 最主要原則是 就是網路禮儀 那 網路禮儀這邊有點難說 就是網路禮儀基本上就是 極所不欲勿施於人 但是這邊很難講的原因是 那個勿施於人的對象 他們是通常是Linux核心的一些 長期貢獻的維護者 那他們跟我們一般人 其實有點不一樣 對 有點太難講 但基本上就是他們 時間很寶貴 對於Linux核心社群來說 所以他們一般採取的態度就是 對於參與者的話 他會 希望你自己先研究透徹一點 再去Email過去 那 這個當然是 算是一個可以討論部分 對 那但是 好像很難 這次講得太深入 所以網路禮儀就這邊提一下 那 好像不能說太多 對 那再來就講技能的部分 就是 到底我現在想加入Linux核心社群 我 我到底要先學會什麼 那 剛才說過就是 他們會對於參與者有 有蠻高的要求 需要你先匯蠻多東西 那 我覺得要匯的東西 大致上 就是 歸類為三種吧 就是 溝通 C與M 還有 個別的一些領域知識 那 溝通其實就算是英文 但是 英文其實他的要求 會比大家想像低 第一個點是 你只需要英文寫作 你完全不用會口說 而且英文寫作 因為是Email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花很多時間寫 你用翻譯軟體 或者 ChartGPT 應該 應該是可以吧 我不確定 但是反正就是 翻譯來說其實是非常OK的 對英文來講 我覺得 不用到那麼擔心 那再來是就是 Email的部分 剛剛有講一些 那 C語言 就是 畢竟溝通是用C語言寫的 所以 如果你想要做程式方面的開發的話 就還是要會 再來是 個別的領域知識 像是做的系統 就是網路跟X86 但是 講了這麼多 就是有這麼多東西 就是 你到底要 學哪些東西 那 這邊很難有一個很好的答案 就是 當然還是看你要做什麼 如果你 寫 如果你就是寫文件的話 其實 寫文件 他們也非常需要有人幫忙 寫文件的話 就是 你相對的 你可能C跟作業系統 一些要求 可能就 不會到那麼高 但是 如果你要寫程式碼方面的話 那 你可能像BPF的話 你就要會C 然後 也要會一些BPF的組合語言 所以 其實 好像很難 就是 概括而論 但是 我覺得 如果要做程式碼貢獻的話 這個 比較 就是基礎 當然就還是溝通 C語言 然後 跟作業系統相關知識 應該算是 比較 必備的 那 如果你 目前都不會 然後想要試的貢獻 我覺得 文件可能是 寫文件可能是 最好 最容易著手的部分 那 如果你還是想要 更深入 也不是更深入 就是 如果你還是想要有程式碼方面貢獻的話 那 就是 要想辦法提升你的技能 就是 要 打過來升級這樣 那 這樣的話 就是你需要一些資源 所以 接下來就是 講一些 就是 怎麼學習的部分 學習的資源 所以 剛才講過嘛 溝通 C跟 作業系統 這三個 雖然是最 比較基礎 大家 應該 盡量都需要知道的東西 那 溝通的話 其實有 蠻多已經寫的蠻好的文章 在講 你怎麼去跟 郵件群組 mail list 來做溝通 還有像是怎麼送 patch 就是 這些其實蠻多寫 都寫的蠻好 所以這邊 就不特別講 那 C語言的話 我自己是很推薦 就是 黃建群老師 的課程 就是你所不知道的C語言 他是YouTube上都有影片 就是 我自己應該算是看了他影片 然後 才 才有辦法面試上現在這份工作 所以大推 如果 只看一個的話 就看他影片就好 那 另外的 C programming language 這本書 也是我看到蠻多人推的 但是 我 我這邊自己 比較沒有相關的經驗 所以蠻多人推 我就先放著 那 做系統的話 從基礎看的話 可以先看那個 operating system 3 easy pieces 他 這本書應該是 比較簡短 然後又會帶到一些基礎概念的 那 我 我那時候是上課 所以我上的是俗稱的恐龍書 就是operating system concept 他 他 相對有時候讀起來就 就 就比較攏長這樣 我覺得 就是 都可以試試看 看哪個適合你 那 再來operating system 就是 基本概念看完 就可以開始看Linux的東西 那 像是一樣就是 黃建群老師的課程 就是Linux合心設計 就是 一樣非常推薦看 他的影片 或者可以上課的話去上 那我自己 那時候是有另外在看 就是一本叫 Linux Kernel Development的書 是由 Robert Love寫的 那 他其實有一點年代了 就是 應該是 第三版以前寫的吧 就是 Linux已經第六點多了 所以蠻久的 但是我覺得 看那個好處是 那時候的 系統架構 跟程式碼 可能稍微相對簡單一點 所以你從那邊開始看起 然後再慢慢追上最新的進度 可能也是一個 還算不錯的方式 這樣 那其他個別領域知識的話 這邊就是 推薦 開發者 他們有個官方的部落格 在 people.coronel.org 上面有很多就是寫得非常好的文章 那我自己另外是還蠻愛看那種 就是 資安的打漏洞的CV解說 就 那些其實很多很多都寫得非常好 他們的詳細程度可能 有時候甚至超過開發者們自己寫的文章 因為他們會從 可能 更 一個 另一個角度去看他 有時候讀起來反而更好懂 那 我覺得更多的知識其實是 埋在影片裡 像是我們 Cost Club 這個 System Track 其實就有非常多很好的影片 那像是Linux Plumber Conference 是他們 Linux核心界的大拜拜 所以 那邊也 很多就是非常 就是非常深入的影片 然後像 Crimal Recipe 還有投入我們自己公司 就是我們 SUSA Labs Conference 也有很多 就是Linux核心相關的影片可以看 那 剛剛講的這些都是看或聽的嘛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其實有時候 光是看或聽會有點 學起來會有點 有點無聊吧 就是 就是 沒辦法一直持續做 所以我會 就是 我自己也會 試著找一些動手做的東西 那像 Vcode 跟HackerRack 應該大家都有聽過 就是 這是你可以刷體的地方 我覺得是LinC的一個 還 還蠻不錯的方式 雖然 它 它上面用的Ccode 可能跟Linux核心寫的 Ccode的 模式會不太一樣 但是我覺得還是不錯的練習 而且 反正你就順便準備面試 那 作業系統的部分 就是 我蠻推薦去試試做做看 系統 追蹤 Tracing 那Linux上有一些像 BCC 或者BPSTrace 或者FTrace 這種工具 建議大家想動手做話 可以 研究一下他們是怎麼做 它可以讓你 很及時的看到系統 現在在做什麼 然後 其實看一看會覺得蠻有趣的 那 講了這麼多 就是你也不可能 就是 做了這些事都沒有遇到問題 那 所以 還是要適時的尋求幫助 那這邊 我覺得 人數最多 應該也是 黃老師的那個 系統軟體系列課程討論區 但我其實不知道 沒有修課 可不可問問題 如果有人知道 的話 可以跟我說這樣 對 然後 另外還有其他社群 就像是 台灣Lunus Kernel Hackers 我們有FB 也有Telegram 然後 Telegram的話 其實好像都沒什麼人在說話 但是 對 基本上是被廣告機器人 就是 更常說話一點 但是 其實 很歡迎大家加入 然後上來問問題 我相信 其他人也很樂意回答 那 另外還有跟Lunus核心相關的 就像是 系統貓 還有 新竹馬龍聚會 我沒去過 但是 應該也是相關的 然後 然後 這個年頭 也有TrackGPT 感覺很厲害 我沒有試著問過 這個核心問題 但是 或許可以試試看 那 剛才講了 這一大串 就是 到底要從哪裡看起呢 我是覺得可以試著 就是 按部就班的話 當然就是 C跟作業系統先看 再看 然後 再去看一些 可能 就是個別領域的內容 但是 其實 我自己是沒有辦法 持續這樣看 就是看一看 就有點覺得 輸太硬 看不下去 所以 我有時候會跳著看 像 我一開始可能去看CV的東西 然後看了不懂 再回頭去看Lunus的東西 那還是不懂 可能就是要看OS 比較基礎的東西 或者我C可能要再補牆 我覺得也是一個 蠻OK的方式 就是看個人 那你學了這麼多 之後 就會想辦法開始 找試做 那 就是 學了這麼多 應用看 應用一下 似乎就是 比較能記住 那 最好的方法 我覺得 就是 找Lunus核心相關的工作 那 工作總類就是 其實 不只核心工程師 QA也非常重要 然後 資訊安全的工程師 都是非常相關的 那另外BSP跟潛入式系統 也有可能會碰到 但是 可能比較看公司 然後 技術資源跟SRE的話 可能要到 比較非常大的那種公司 才有機會碰到 那 都是 找工作縮小簡單 就是 其實 其實蠻靠運氣的 就是 尤其你還沒有很多經驗的時候 那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什麼工作經驗的話 有什麼辦法呢 就是 我其實 其實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 就是 我 努力略了幾個 第一個 就說過 就是寫文件 還有 就是除了修正措置之外 它其實很多文件都還蠻老舊的 就是 更新 你可能試著做做看 不行 然後就去更新它 是一個方向 然後還有翻譯 那 另外就是幫忙審查程式 如果你已經獲了蠻多東西的話 就是 其實可以去 LKML上 去幫忙看一些 一些你認為你比較熟悉的東西 然後幫忙review 或者看別人什麼review 再去學 那 然後 你回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 就是review的程度 像 最弱的是最上面 就是 在 越下面是越強 這樣 那 就是找 那 就是 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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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那 我們 他們是一個 一起在討論怎麼解它 那相關Bug的一個社群 所以也可以看看 那 另一個更能比較簡單模式是 就是 你自己在你的電腦上跑 就是 那個核心有很多的所謂出錯模式 你可能要重新編一 你的 KRNL才能開啟 但是你跑了之後 你其實通常蠻常就會發現 就是 有一堆問題 但是核心其實 有時候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穩定這樣 那做这些事有时候建议在最新最新的kernel上去跑 这样就是才不会发生说你找到这个问题 但其实发现这个问题最后已经被谁谁谁解掉了 这样的事情 那再来就是开发新功能 但是我自己没有真的这样做过 所以就是根据我的理解是大概这样做 所以有兴趣的再参考 那以上就是我的talk 就是如果知道刚才那些有什么建议的事可以做的话 欢迎comment 然后还有就是有问题可以问 或者明天下午三点见这样 二次的talk面我觉得这篇讲得非常的好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蛮多问题的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想请教的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会选择写linux kernel 因为其实我觉得linux kernel蛮广的 然后又蛮杂的 然后又蛮有年代的 那就是其实还有其他一些产品可以写 那为什么你会选择linux kernel 有没有一个例子 有没有一个例子 其他事情给你想像的是比如说什么 就像machine learning 还有就是web 或是server之类的 对 可能没有验许 可能没有验许 其实的确可以获得更好的成果 这是没错 所以对我来说 我其实是 我觉得就是看个人兴趣 因为我其实算是web起家的 然后后来管系统 然后管一管发现 就是搞不太懂系统怎么运作 然后一直在继续看 然后最后看到linux kernel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还是算是个人兴趣 然后某方面是 就有点像film吧 就是很难用 就是你用进去卡住之后 出不来 那你就想把它学好 就是 挑战自己的概念这样 对 请问如果要研究device3 或device drive 有没有推荐的网路资源可以看 这边我没有 但是我 我会再问其他人找找开 好像 好像蛮多的 ARM好像 他们自己foundation有一些talk 对 我可能再贴去那个hack.md的连结好了 那边问题是什么问题 啊 device3跟device driver有没有 啊 对 device3那边或许可以贴在 那个 台湾Linux kernel hackers 我们是在找一些device3 比较熟的人会的 呃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对于 就是Rust 用在Linux kernel里面的看法 因为 目前Rust 跟Linux整合好像没有很好 比如说 呃我想要传一个 CF structure 进到 Rust的写的function 然后再把它 噴回来到这件事情 很麻烦 要动到cargo之类的 对 我想问一下这方面的东西 谢谢 呃先说我跟Rust 真的 真的不太熟 但是 就是 我觉得好像就是 Linux kernel毕竟还是以C为本位 所以 变成说你 你就 你 你无法只会Rust 就目前参与Linux kernel开发 我猜他们目前 他们是希望 往那个目标迈进 应该是希望你只会Rust 就可以参与开发 但是 但是 就目前现实层面而已 还没办法 所以你还是要会C 对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难点 就是 想询问 就是刚才你有提到 写信到LKML 需要用纯文字的格式 那我印象中他好像 除了用纯文字 好像每一行的长度 好像也有一个限制的样子 然后 你有推荐用什么 email的软体去 写信吗 email软体的话 就是 email软体的话 有限制啊 长度限制好像对 有 有的 然后 官方的文件是说 就是 算是 蠻强烈的 应该是 强制啊 有纯阶级强制的等级 但是 其实 核心他们原本规范 有每一行程式 要100个字元以内吧 他们这个规范算是拿掉啊 因为大家 自己萤幕也慢慢变大 所以 我没有特别写 应该是 应该是大概78个字元左右 但我觉得 如果你是写信讨论的话 就是大家 现在已经 不会到那么 挑你的 那个 长度了 那如果有 有78 那样应该是最好的 诶 那第二个问题是 不好意思 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 有没有推荐使用的 写email的软体 啊对 有没有推荐写 写email的软体的 这部分的话 就是 因为我是 跟 跟着同事学 然后 他们就是用mutt 这套软体 那 他其实 就是 他跟fim 是差不多同个年代 就是其实 不是很好上手 所以 最简单最简单 其实 gmail 如果你 不送patch的话 光是gmail的网页界面 你选存文字 其实就可以 帮你到蛮远了 就是可以做蛮多事了 那 另外图形化界面的话 我知道蛮多人也会用thunderbird 但是 thunderbird 好像要再 可能再调一些设定 这样 以上三个算是我比较建议 然后 然后 呃 那个 命令 command line的话 可以试试看 msmt tp 加git send mail 这个组合 应该算是还不错用 那想请问一下就是 当初你在找这份 主事会工作的时候 找主事会工作是如何准备的 我那时候其实 准备了蛮久 我一开始是先看c 因为我c c那时候也没有很熟 然后我是看 蛮多embedded的东西 然后 然后 然后之前其实也有参加 linux kernel development 这本书的读书会 然后这边在 然后更更之前是有看过 operating system的恐龙书 那 那后来开始面试的时候 呃 面试前又在看 那个你所不知道的c语言系列 那 面试期间其实 呃 他们 就是书舍算是一个 就是蛮好的地方 就是他 他其实那时候就是 我说我对linux kernel不熟 他就说 那你可以 回去再 我们给你一个月 你看一下linux kernel development 看熟一点 我们再来讨论 然后 后来 后续问题从里面问 就我是觉得 基本上 linux kernel development 的基础概念 真的是还蛮够的 虽然 不够行 但是 如果考了你会的话 应该算是已经很大加分 这样 那 那 那个想请问就是 呃 如果你像刚刚有提到的 想要贡献 kernel 除了 呃 找工作之外的其他方法的话 那 如果说就是 你开始在想要贡献kernel的时候 很容易就落入就是 就是 你就可以看很多的思议员啊什么东西 然后 你可能很 花很大时间都在 学习 可是却 呃 都没有真正做出什么东西的情况下 这样子 呃 成就感不高 然后 呃 其实也不确定自己学习的是有没有效 然后 再加上 其实要真的发出push 然后被 贡献进去也很大难度 那这样 呃 有什么建议的方法可以克服 比方说有什么 比较小的一些作品 可以做嘛 或者是有什么其他方式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觉得超好 就是真的超级困难 就是 我前一年应该是 差不多是零产出吧 那 那我 如果就是现在事后回头看的话 就是 我会觉得可能 有一些projects 可以做那个kernel module的部分 然后 就是kernel module 它其实就可以 写一些 杂七杂八功能 你不用写的真的很有用 你就写一些有趣的也没关系 像是 呃 不完全到有趣 像是有些人就 做了一个 你可以在linus kernel里面 跑web assembly的code 类似这种概念 或者你让它跑java script 我觉得都是 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然后 然后再来 你可能就可以 呃 这讲有点空泛 但是 就是你可以找 现有的一些 任何核心模组 然后 你再试着去改它 然后 另外 还有第三个 其实 就是 他们应该会很 很喜欢 就是 linus kernel里面 其实有很多 在放在一个 叫staging 的那个 资料夹的一些驱动程式 那些驱动程式 都是蛮需要大家 再去花心力 把它弄到一个 更好的状态 才能 就他们现在算是 测试版驱动程式 那 他们其实很需要帮忙 而且你帮忙的话 他们应该很愿意 更手把手一点教你 但是 这个的问题是 有很多 你都需要先买硬体 所以你可能要 一点投资 这样 然后 还有第四种应该是 呃 你可以去找一些 的 program 就是有一些 专门针对linus kernel 呃 再提供一些 那时候 辅导也不太正确 但是就是mentorship 帮你 帮助你上轨道的一些 东西 对 大概有一个 最后一个问题 那我想请问就是 Linux kernel 会有什么就是 呃 会有一些 比较专项的一些 测试项目 或是一些 针对各种情境 呃 比较有系统的测试 嘛 然后像我刚刚听到说 那个共线开源 那我想如果 假设我们要先假如 会有办法找一些小模块 然后写单元测试 然后写 然后发PR之类的嘛 他 他的确有 呃 有测试的部分 有一个是k unit 那应该比较接近 单元测试 然后还有一些 比较 可能比较像 integrated end to end 那种test 在一个叫 k self test 的资料夹里面 那 那 至于 贡献到底 加测试 到底会不会接受 其实 我不是很确定 就是 就是 我自己在那方面的贡献 真的没有这么多 所以好像 好像现在也无法回答 就是你可能 可以朝k unit 跟k self test 找一找 然后另外还有 那个 呃 koro里面也有一些 那个正规化测试的东西 就是formal method 呃 目前是只有rcu的部分 但是 我猜或许 那个也是可以看一看 对 非常感谢今天 对吧 那如果有 如果有此地的话 就明天下午见 谢谢 我想说你感觉 需要充电 我就想说